不过仅仅只是这么一个行为,却引起了周围好几栋教学楼的不满,空气都变得灼热起来。 秋木也格外自信和大方,丝毫不在乎同学们的目光。 倒是从他的眼神中,纪云看到了一丝丝的慌乱,像只优雅而抢作镇定的小鹿。 其实,我得了绝症。 纪云缓缓开口道。 秋木瞪大了美丽的双眼。 你可能觉得很荒唐,但我知道这事情的时候也和你现在的表情一样,没办法,这是遗传,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十年后,我承认之前向你吐露我的心意有些莽撞,可。 可我只是不想有遗憾。 纪云神情带着几分忧伤,目光并不去注视着秋木,而是望着欣欣向荣的榕树。 秋木被纪云的这几句话给说猛了。 本来,他只是想大答方方地给予回答,毕竟是答应过人家的事情。 却不曾想听到了纪云这样一个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他心中纵然有那么一丝丝的怀疑,可怜戏起上杰克纪云突然昏倒如中暑,再加上他此刻那真诚而没有半点刻意的阐述,让秋木不得不相信几分。 你没有再开玩笑吧? 秋木声音都轻了几分。 纪云听到这句话,心里不由想笑。 老子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还能骗不倒你个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 就算在耀眼夺目,在女神白月光,不还是个小姑娘吗? 直接心智降为打击。 秋木以为自己是来听她的答复的,事实上这种当面没应下来的事情,女生事后冷静思考后,要面对老师、家长、朋友的压力,多半不会答应。 纪云也想明白了,这种等人家答复的事情何等愚蠢。 掌握主动权才是关键。 我也希望是医生给我开的玩笑。 我这次过来,其实并不是想听你给我的答复,我觉得有些事情何必知道答案呢? 在彼此心中留下美好不是更有意义吗? 纪云开口说道。 说完这句话,纪云再一次将下巴微微扬起,将玉金香王子般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纪云此刻的内心更是生腾起了一个挥舞双臂像天大喊爽字的小人。 嗯嗯,我承认你很优秀,你也很难追,是全校公认的心中白月光,梦中的红玫瑰,拒绝的追求者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当拿出你十年后你对我说的这番话来,阁下又将如何应对呢? 果不其然,秋木依附大受震撼的样子,精致红润的小香唇都张开了。 主要是这番话听起来,与自己看到的一本书里的那种朦胧与美好不谋而合,他也喜欢这种感觉。 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那,那你接下来怎么办,我?我能帮你什么吗? 秋木已经彻底沦为慌乱的小路了。 纪云看着他这个样子,内心的小恶魔已经在举叉叉了。 再怎么冰雪聪明,心智成熟,终究是个少女吗? 很轻易地被市面上那些看似超前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影响。 我不是一个轻易认命的人,所以我会听从医生的建议,积极地治疗。 明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我其实是来和你道别的。 纪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口袋,几乎要画出一个忧伤的火柴,点燃你古丁的悲怆。 我。我。 纪云,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身体情况,其实。 秋木反而有些手偶足无措了,他为自己那故意拖延了三天的小心思感到羞愧和可耻。 别,别,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身体情况而勉为其难地给我肯定的答案,那样我会更难过,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我也愿意做一个只闻马蹄声的过客。 纪云继续加大药量道。 马蹄声的过客。 秋木听到这句话,彻底止不住情绪了。 小雾珠已经染在了睫毛上,秋木看着纪云,逐渐说不出话来。 纪云见时机成熟了,当下将自己的侧脸放在了阳光泄落的位置,开口道,我能抱抱你吗?就当朋友间的鼓励。 秋木听到这句话,再次有了犹豫。 这里毕竟也算众目睽睽。 可这个时候拒绝一个这样的男孩子,万一他真的没有战胜病魔,自己就会悔恨一辈子的。 纪云其实根本没有等秋木回答,只是缓缓地张开了双臂,用一种很绅士的态度去靠近秋木。 秋木已经不会思考了,任由对方抱了上来。 直到脸颊上突然有了那么一点点冰凉湿润,秋木这才意识到有个人上嘴了。 刹那间秋木脸颊通红,冰润白皙的肌肤搭配上红霞一般的色泽,简直美得令人迷醉。 对不起,对不起,我情不自禁,真的对不起。 纪云得逞之后,立刻疯狂地道歉。 主打一个占据主动权,主打一个不按套路出牌。 秋木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好在纪云亲的那一侧,教学楼那边的人应该看不太清, 但这暧昧的动作与行为。 不。熬屋。不可能。 我的秋木。教学楼处,操场处,一片鬼哭狼嚎。 当然,齐哄生也是想撤教学楼。 一时间青春和尔蒙点燃了这个夏季校园。 终于这个骚动惊动了校园里的领导。 不等纪云撤离犯罪现场,一位中年大度西装裤男子就气冲冲地往这里走来。 王副校长。秋木认出了这位老师。 纪云却站在那里,满脸坏笑。 第一个重生任务,完美成功。 你哪个班级的,叫什么名字? 王副校长盯着纪云,质问道。 八班,纪云。 此时,纪云却大声回答了起来。 这气势,根本不像是在接受批评,更像是在全校宣示主权。 这一声喊,把全校气氛又点燃了。 今天,怕是没有人会不知道他纪云的名号了。 仰着脑袋,纪云衣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等待着校领导的批评。 阳光不似之前那么猛烈,纪云耳朵里听到了这位副校长的一顿愤怒指责,但不知为何却听不清什么内容。 天空,高悬的烈日不知什么时候缺了一块,在盛夏校园的上空透着几分诡异欲邪魅。 望着望着,纪云之感觉一阵晕眩。 一开始如中暑那般,随后一时像是在剥离出这具躯体。 怎么回事?自己这是要登天了吗? 难不成只是重生体验卡?这才几分钟啊?后头的收费还是怎么的? 乱说。今天四张更新完毕。 不瞒大家,我这次一共两万三的存稿。 今天放出一万二了。我可真是个大聪明作者。 事实上,我之前有十几万存稿,亦不小心有更好的想法。 于是十几万字全被我删了。 主要是单击马字眉夸赞和众肯大问候,浑身不舒服,主打的就一个即兴连载氛围。 之后是每天更新两张,一张三千字。 中午下午五点和晚上十一点,尽量准时更新,嘿嘿。 中午四回想。 谢谢大家